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節 譚仔特別精神 譚仔終於醒了 今次有拖舞 譚仔和雙傑 第一次三次你接近沒有出聲 有 因為上次唱《寵物小精靈》 整個人都醒了 很興奮 講了寵物的事 我們這一節也講寵物 有關係的 寵物和寵物 也不是寵物的 分別很大 怨民其上 不懂事 你讓那些動保人士聽到 寵物的意思是什麼 寵物的意思是 當然了 其實也是的 寵物的意思是 有一種 通常有人說 就是你買它回來 寵愛它 作為一個玩意的意思 不是 我覺得不是 寵物不代表你不尊重心情的 寵物有一個含意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有一個含意就是 你是有私有產權的 就是你寵物嘛 這是我的寵物 但是很少人說 我養狗就養狗吧 養什麼寵物呢 我們第四節講一講 六八九 講一下六八九隻狗 還有講六八九有幾隻狗 六八九有兩隻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 除了馮偉剛之外 還有兩隻狗 很多狗 原來是物以類罪 但是這樣說我對狗來說是不公道的 我以為我自己 就是污染了狗 因為我有養狗的 我是狗人士 我也是動物人士 你還教牛師傅養狗 神經病 牛師傅養狗 真的 牛師傅養了這麼久的狗 我其實不是養了很久的狗 我小時候也有開始養狗的 但是不久的 因為我小時候養狗的時候 那隻狗是被人偷了來吃的 我知道 是被動物偷了 我小時候 是同年陰影來的 同年陰影 是同年陰影 偷了來吃 像是泡一隻狗 在店鋪養的 在店鋪養的 養旺財 然後被人搬來吃 我有兩隻 我有一隻雞 我有一隻雞 雞仔 養到 變大雞 不是 大雞都被人偷來吃 但自己本來就不吃 當然不吃 那隻雞廳說 叫一個名字 就馬上走過來 在腳底蹲 很厲害 那隻狗呢 而且太薄養的東西 都會被人吃 對 因為我小時候有養狗的經歷 那時候小時候的店鋪 回來不見了 後來之後就被人吃了 怎麼知道的 樓梯找到毛 嘩 這麼大 後來就有很多年都不養 再加上我住公屋 不能養 大牌都沒有做 之後就沒有養 到現在大了 自己出來住 就開始養狗 但不是說我養狗 因為是說六八九 這集的主題 應該是 因為昨晚 Facebook有個網民 前日的 二八號 前日 前日有個網民出了一個Post 原來他在西九海濱長廊 一隻是考慮的 六八九 考慮六八九 六八九我拖著兩隻狗 那兩隻狗 我不會那些狗 那兩隻是什麼狗 一隻是雪梟 一隻就是 獅子狗 老虎狗 獅子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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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基路底 阿基路底 獅子狗 獅子狗 獅狗 老虎狗和雪梟 那就是老虎狗還是八哥 那些應該叫做 老虎狗 八哥是一隻隻腳短很多 那就是牽著這兩隻狗 然後見到六八九就好像很開心 很囂張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會囂張呢 因為原來那兩隻狗 那狗當然會被拖屎 拖屎 拖屎之後六八九不肯撿 他是不是真的不撿 他的描述就是 就是 六八九的愛犬在石屎的地上大便 大便之後 六八九竟然沒有清理 現場的大便 他那隻狗的大便 就用樹葉 將這個糞便 堆在一起 再 推到一邊 這樣就算了 這麼糟糕 是啊 這樣就遮掩了它就算了 意思是 這樣 那真的是 那隻狗的行為反映到主人 跟樹底的泥混合在一起 顏色差不多 他的做法就是 他現在有什麼民生問題 香港人 香港人有這麼多基格 推你回大陸 那些 我想問阿泰伯 你就是養狗 先問一些技術性的東西 因為我真的不認識 我沒有養過狗 那我就 我見過那些人一般怎樣處理 譬如那些尿 那些人又會有一個瓶 有一個瓶 然後有些水 通常是水仔的 對 噴水清潔 那些狗的糞便 我見過就是 有些用鏟仔的 用鏟仔的 有啊 有啊 有些就用報紙 一般用報紙 一般用報紙 然後放進膠袋仔 我大概見過 是不是一般還有什麼情況做呢 六八九這些算不算經常的做法呢 什麼 推在那邊 對 也有的 不是 推在那邊是懶惹 懶惹好像自己 有些瘦味 但實際上是問題 你一切就不要倒閉 你如果要賤的話 坦白說 譬如我自己養狗 那的確有些狗主是有牠 有些人是有牠的 對 那你世界上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有些混蛋 香港不搞成這樣 香港大部分都是這樣 如果大家都是這麼有公德心 這麼愛香港的話 就不會搞成這樣 但是 你說 特別是養中型狗 中型犬 是很花時間 很花心機的 愛心之餘 為什麼呢 因為牠是會餓幾次的 而且你看那隻雪梟就慘了 當然那些人不算太熱 但是潮濕 潮濕 潮濕呢 牠們是很辛苦的 那些毛都濕了 這樣搭著沙 因為牠有幾層毛 然後牠裡面的水分 是令牠很重的 你看牠也不會跟牠疏 不會打你 裝了 走出來做公關手段 不是他做的 對 對 逢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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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不是他做 不是他做 尤其是養中型狗 因為牠很多時候要外出逛 你不外出逛 會有很多病痛 但是你外出逛多 一定會是收拾不收拾 因為你會令到周邊那些 尤其是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是很少接觸動物的 你看到一些中型狗的時候 譬如我自己遇過 我自己遇過 我想鬧差過媽媽 我自己在西貢 我和那隻狗 那隻是拉布拉多 那隻還是老 那隻現在死亡 那隻是很乖 死亡 舉例 譬如我老婆不開心 我跟牠吵架 那隻拉布拉多 都會哄我老婆 把頭放在大腿上面 然後樣子很慘 很黏敏 然後我老婆就說 全家就是理這些 不管我 就是狗理我 那種拉布拉多 我跟牠去街 我跟牠去街 在西貢 那香港人很少接觸 那有個媽媽 有個女兒 十幾歲 我想只有十五六歲 看到那隻狗 就走來摸那隻狗 摸完之後 有個媽媽走過 喂 你要洗手 你不洗手 那隻狗很髒 應該吃東西不讓你吃 那我心想不是 那你有沒有馬上釣回牠 這個不是正常行為 什麼不是正常行為 摸完動物不是要洗手 其實摸完大家都明白 吃東西都要洗手 我們自己也會 但是你不會指著人家的狗 說人家的狗很髒 你不會指著我的狗 我的狗很髒 我立刻心想 我立刻心想 我的狗很乾淨 大哥 你立刻指著牠 我的狗比你乾淨 還有就是老虎狗 然後說牠要養你的狗 原來是近年才養的 是啊 我不知道 我以前帶牠去寵物展 大牠去寵物展 故意帶牠到處去 是呀 寵物惡化 然後帶牠到處去 就是想要親民一點 我為何要留意牠呢 就是因為我看到屈榮妍那個人 在梁瑞的Facebook那裡 貼牠自己的狗照片留言 因為屈榮妍自己也有養 大家知道屈榮妍是誰 那個婆娘 她的老公是誰 林超榮的老婆 對呀 林超榮的老婆 她專門寫了一些 我們屌我很多次的 是 探家最喜歡屌的 是啊 探家最喜歡 他喜歡歪曲的邏輯 歪曲的事 還有最出名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 林超榮和葳榮妍他們兩人 後來說自己的狗不見了 然後不找 然後叫自己的幾個女兒 不找那隻堂狗 其實實際上是批了她出街 後來被網民揭發 但是同一時間 因為家裡還有另一隻雪梟 好好的那些 留在家裡 然後那隻堂狗不見了之後 可不可以叫自己的子女 大家去面對 這樣 因為這樣被人揭發 到之後被人勁罵 去年 即是六八九 那隻堂狗不倫耀 屈榮妍被人勁罵 屈榮妍被人勁罵 就是我後來看到屈榮妍 走到梁姐英那裡 梁姐英拿出雪梟出來 然後跟她拍照 屈榮妍那條 這個八婆 可以是賤到這個地步 拿著一隻雪梟出來 跟她一起拍照 你又有雪梟 我又有雪梟 大家是朋友 這樣 你說真的 你又喝多了六八九 養雪梟 自己弄一隻 是啊 其實她本身正在養 但是她之前有一件事 就是導播 你想想去到 我記得 譬如去到那些棟寶組織 直接出一個聲明顯照 其實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香港地養了這些狗 這些狗 意思是 不適合香港天氣 不適合香港天氣 其實的確是辛苦 那隻狗 辛苦了 但是 她會這樣說 我喜歡 我喜歡她 我開冷氣給她 我開盡給她 那你又沒得說 有些情況 但是 那隻狗一出街 你就不會說 開盡冷氣給她 你雪梟的話 其實很多雪梟適應了香港 如果你是養得的話 真的是香港 我一六八九去養狗 有這麼高調 拿狗出去 其實是有種公關意味 她絕對是 我們都會記得彭定康有隻狗 有多久 威士忌 有多久 你有一隻狗 例如你美國總統也有一隻狗 對 剛才這些狗 梁振英 可能 你養隻狼 應該 找一隻雪梟 覺得很像 他這傢伙真的不忌諱 他叫他梁振英 他養一隻雪梟 我覺得他覺得 世界各地的領導人 他是故意的 他是為了特首選 那裏部署 因為你養狗 有兩樣東西 我自己養狗 我自己知道 我養狗 會有愛心 不是 形象好一點 形象好一點 因為我下去的時候 其實他這個明顯是一個政治的工具 狗在他的眼中是政治工具 所以為什麼要說他最公共性的地方 就是你不要弱束 這是我的結論 但是為什麼我會覺得是 他是有幾樣東西 譬如在這個月中 梁振英 他是試過幾次帶他 那隻雪梟和那隻八哥 走去天馬公園 然後做show 然後去放狗 讓你感覺到他好像很有愛心 那養狗的東西是有效果的 你特別是拍照出來 我… 養狗有愛心 起碼覺得 不是啊 感覺上是… 人性一點 是啊 感覺有點人性 柔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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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然這些傢伙這麼假的 你養不出你的狗 是另一回事 但是另外一件事 譬如我自己有經歷的 我帶一隻狗出去 當我老婆不在的時候 很多人跟我打招呼 很多的 很多 就是帶一隻狗出去追女兒 對 然後就不要理人了 是啊 而且我這隻狗 我這隻狗是瘋的 就是我那隻 看見人家就很興奮 是啊 我小的時候 我小的時候 那隻狗是瘋的 他不是啊 我小的時候 我試過一次 在一個公園裡 我想來三五四 一百米以外 轉到一個公園的暗角裡面 原來有幾個學生在那裡 放下午吃午餐 吃肉醬意粉 但是這些是養狗的特別 你很容易戴著狗的話 別人會和你打開那個隔膜 不會和你聊天 梁晶 這些謀病 一看他就知道他想去做什麼 我等一下再講這個話題 我剛剛出了個投票 六八九適合養什麼寵物 每個都兩個字 阿姬很有心思 第一隻是葦崗 這個是寵物 第二隻是麗雲 第三隻是夢蝗 夢蝗 夢蝗 第四隻是龍蝦 龍蝦 龍蝦不是有的嗎 然後就是蠢蝦 這個有什麼關係 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因為他老婆 之前說髒話 蠢蝦是其中一隻動物 他家裡有一隻有幾隻狗 有隻龍蝦 有隻蠢蝦 還有就是泰伯說的那個 然後再來就是屍煙 大家不妨投票 看看六八九適合養什麼寵物 如果你問我 我就覺得意上皆非 六八九是什麼寵物都不適合養 他本身是寵物 因為你看到梁晶晶昨天拖一狗出去 我再加上之前 早一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看TVB 不斷有很多警犬的電視劇 我覺得那些狗很辛苦 在香港很忙 狗很忙 你的政府被人罵得多的時候 你們現在要做公關工程 你無論警隊也好 然後漁龍署也好 譬如漁龍署也是 漁龍署也就是 漁龍署就是拿這個中間 他們那套戲出來 賣一個印象 去到梁振英 那些人 你好 你自己出街 你出街都被人罵 肯定的 你現在帶兩隻狗出街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親民有些 拖一隻老虎狗 拖一隻雪囂 好像做到一個形象工程 但是我覺得 這些事情 你越做得多 令到我們越反感 香港人 因為明顯一件事 大家的心態是什麼 有一個對比 有一個 contrast 我的 contrast 是怎樣 我在昨天 我正在上學 我又生病半死 如果不上學 又被人投訴 那一分鐘 你知道的 現在這些時勢 周久也有些投訴 你作為特首 剛剛大家放完復活節 星期一、二 之後覺得非常苦悶 心情非常沉寵 剛剛那幾天 大家放完假期之後 然後你看到那個特首 應該好你又很忙 但不是下午的時間 你拖了兩隻狗 然後去那裡放狗 做Show 然後還被人看到 你不撿糞 那一刻 心裡那一刻的反向 我看到 因為我那時候上了課 那時候 你又玩狗 你這些權貴 就是不用做的 那些葡萄這些 我覺得很一般 不是葡萄 你基本上 你作為基層的 就會覺得 你這些當然是權貴 你想想香港人的眼中 又怎樣 住陽樓 養狗 你這些住半山 就是這樣 我覺得她最壞 就是她做了一些 壞相片出來 就是 你自己不會 清理自己動物 自己寵物 自己的狗 那是挺有趣的 這個壞相片 第一 就是你貴為特首 這麼厲害 另外就是 如果你現在去的 所謂 許的做法是怎樣 就是把一些樹葉 握著 然後再推出一些泥 樹底泥 即掃明樹底 據這個網民的描述 據網民的描述 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已經炒到上報了 已經有些報紙是刊登出來的 接著之後 大家都分享 我們自己的時報都做新聞 你說馮偉光之類的 當然要出來公關 看看可能要說一下 為什麼 回應一下 為什麼不撿事 對 為什麼不問 這麼個人的事情 我猜 我猜她怎麼回答 我猜她說 這個是環保的做法 如果她做技巧的話 我猜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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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土地的問題 一定是跟土地有關 土地的問題 即是現在 我把這些事情撥去 那些泥樹下面 那些泥 有肥子 我自己 我真的不能夠理解 其實這條理想法 是他們什麼 什麼的PR團隊幫她想的 即是你看到 她最近做的那個形象工程 是在建設一樣的 就是把她的親民形象拿出來 以往就是譬如一張摺燈 一支筆 我們就下去了 親民怎麼會養這兩隻狗 這兩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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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性比較強 我就是想說 如果你做PR的 你拿牠打扮 可以 養這隻 這麼名牌的狗 即是你基本上 即是 我就這樣猜 牠這些狗 這麼漂亮的話 應該都是買回來的 這個也是 你又給不到人家 我也不知道 我又不敢這麼說 你又給不到人家一個好的訊息 讓人家覺得你是很nice 即是如果你想做一個好一點的形象 那你可能領養一兩隻糖狗 對 那你那個形象就好一點 你做show 你做一下這些 你又做一隻這麼名貴的狗 起碼大家印象 都已經覺得你是買的 我私人的PR度過 領養糖狗的話 真的會被人懷疑 他真的會在家裡 會拔掉你吃的 你到底養了多少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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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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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三隻 明明是你養了三隻 為什麼少了一隻 是不是你吃了 然後揭發 不是 原來是女兒吃了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可能的 即是你加上那個 他這樣的 即是你想想他的明星 湊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你養糖狗 很容易被他吃了 但是養雪梟或者養老虎狗 其實你親民的話 不會這樣 你養什麼 即是你那些 通常親民 你看看外國的元首 你PRD抄一下就算了 小隻一點 對呀 養小狗的話 養高身一點的牧羊狗 或者是那些 貴婦狗 我自己覺得 你給我一隻狗 我就不想在六八狗的家裡住 肯定很可憐 也是狗的 你看到女兒子 為什麼你說什麼 我也替現在那兩隻狗 可憐 即是你投胎做狗 你去到地步 你香港人每天都被他強姦 你連現在的狗也要搞一份 所以很深 我見到Charlotte有說 我覺得說得很正 狗是有靈性的 遲陣子咬狗去春袋 是嗎 是啊 氣暗投明 你知道嗎 等香港人知道 我都不妨礙這個所謂的主人 不,先結束了一個投票 我們這次做短一點 因為我們趕時間 我們趕時間有事要處理 我想說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是六八狗 他把一堆糞便推到樹底 因為當時他不會覺得自己沒有人認得他的 他不會覺得沒有人見到這種行為 而問題是他在公眾場所都這樣做 證明他覺得這個行為是沒有問題的 意識就是跟黃蟲一樣 黃蟲不是在通姦割市 他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是大街大巷這樣割市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六八狗 其實就真的不是我們香港人本土的思維 他的思維就是跟黃蟲一樣 即是做短了之後還問你 有什麼問題 是啊 他那一刻呢 他那一刻呢 他那一刻再次引證告訴你 他是一個形象和公關工程 就是你作為一個狗主去到的時候 譬如我們也會有時候去玩 也會有工人在一起 但是有些狗 特別有些狗主也是 也會有工人 因為譬如你要上班的時候 那你真的要領養多幾隻回家 那你沒可能照顧得到 很多放狗的工人和品牌 但是你去到的就是 你知道那些什麼身份出來的話 那你這樣做的 你一定是會有回響的 但是你做形象公關工程都這麼差 就是告訴大家 你沒有能力做特首 你做六八狗都不如 你做六八狗都不如 那些狗咬牠最好的 很期待看 投票結果出來了 就是六八狗 究竟適合養什麼寵物 我覺得挺有趣 第一位就是30.77% 就是阿詩燕 為什麼是屍燕最高 屍燕 他們覺得很合襯 像一隻老虎狗 是嗎 對 有些侮辱老虎狗 有些侮辱老虎狗 第二位就是韋剛 韋剛是25.64% 第三位就是粗口 就是蠢 就是23% 第四位和第五位是一樣的 就是夢虹和龍蝦 龍蝦不行 就是叫他威棄他老婆 就是叫他威棄他老婆 就等於威棄夢虎一樣 是的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今晚大 今晚熱血靜止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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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